画面中可以看到被害人全身多处包着纱布 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 疑似债务纠纷引起了这起强盗伤害案 183号凌晨五点多 蔡信嫌犯跟同伙来到被害人 位于台北市中正区厦门街的住处 匡称要还被害人一万两千元的债务 没想到被害人开门后 两名嫌犯不只对他拳打脚踢甚至挥刀 随后更抢走了被害人的两只手机跟钱包 总价值约五万元这才离开 而被害人又吸刀伤 左手骨折头部顿气伤 送往台大医院救治 警方追查发现 嫌犯作案后搭乘计程车 往新北市的方向逃逸 将全力查弃 并将对两人提出伤害强盗告诉 至于详细案发原因还要再调查理清